這個已經不是LV了 這是那個鍋燒麵界的愛馬仕的 它還有膏耶 你點的是海鮮套餐還是鍋燒麵 這是鍋燒麵 裡面都是肉啊 有嗎 白白的滿滿的肉 有一間也是在地做很久的 它是賣那個包心的粉圓 然後它有冰 我們來拍給大家看一下囉 這個超誇張的耶 它裡面超厚的耶 豆花 而且它豆花 看起來超紮實的 它豆花超綿密 而且黃都味超重 這真的超厚的 它喝的時候要上上下下 上下下 所以要有活塞的概念 我沒有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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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幫我 幫我先把這些包子拿走 我沒有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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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整天都沒有想要 所以我們可以清潔房子 或清潔房子 我可以清潔房子 我可以說 你覺得最初的 我可以做 外星人跟賢主 還有他女朋友 來到了中原 我帶他來吃 上一次這邊有一間 就是中原大巡 這邊在地的人 會吃的一個中餐 就是鍋燒麵 配一個包心粉圓的行程 拍給大家看一下 還有給大家來講一下 它這個店面的話超方便 它就直接在這個 中北路這邊 所以這邊過去一下下 走一下下 就直接到那個 中原夜市 超方便 它都會現場在這邊 儲窗直接煮給你看 所以算是非常的 安心啦 然後食材都非常的 你看 食材都非常的 乾淨整潔 而且你看喔 它的湯很清喔 它的湯都是 基本上就是 清水直接煮 所以你吃到的 都是食材的原味 坐到它 它裡面兩隻耶 超屌的 你點的是海鮮套餐還是鍋燒麵 這是鍋燒麵 等一下後面的弟弟都看到了 好啦我們先來介紹一下 我們的餐點都到期 這次點了五個 這次它是完全升級版 上次我們是吃到了這個很厲害的龍蝦 那它這次多了一個這一個 做什麼鞋 那名字好難唸 這次我們來吃升級版的 這個已經不是LV了 這是鍋燒麵界的愛馬仕 左肚花蟹 第一次看到有的花蟹放在意麵裡面 超屌的 這個是上次它很好吃的 這是生蠔 牡蠣 還有一個這個是鱸魚 鱸魚很厚 你看它鱸魚超厚的 肉超厚的 這個鍋燒麵真的是太屌了 然後我們還點了 它現在加這個49塊就有這個 我覺得超便宜 49塊然後還有加飲料 還有加這個飲料 它還有糕耶 你看這邊都是糕 超屌的 超屌的 來囉 裡面也有黃耶 滿滿的都是肉啊 肉會太紮實了 對啊這個肉超多的耶 很肥的耶 很肥的喔 唉唷 喔 油亮 等一下 油亮油亮的 我蒙了 中逢 今天晚上 你又要 可以幾次呢 我是說福利提神啊 福利提神啊 它的湯匙店主要是 那什麼 乳白色 那代表說它的這個海鮮的鮮味都足進去 然後我的這一個的話 真的喔 裡面是意麵喔 你看 裡面真的是意麵 欸它料很多耶 它還有兩隻蝦 小貢丸 蛋 魚板 哇 哈哈哈哈 吃吧 超多的 哇超多的耶 有嗎 它就一口就給我吃下去了 它就把我們399塊吃掉一半了 超爽的 我的399 值9的另一半又被你拿走了 喔感覺很紮實 來啦放我來吃 靠它這個鱸魚超屌的 超肥的 你看 超肥厚的鱸魚啊 直接吃啦 沒有土抽味 好吃的 而且它的魚皮還是Q的耶 它不是冷凍的 它魚皮是Q的 它裡面還有豬肉 然後我來吃吃看 我記得它上次 鍋燒麵就是很厲害 就是 它完全用清水煮 它的意麵真的好吃 說它這個魚不簡單 溯源的 他說什麼 他說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掃QR Code 看它 Sandy Dowie 對 我沒有打廣告 我會把它抹掉 很台灣味 但是又做得很精緻的感覺 你最近有看有一個嗎 叫什麼黑龍的 你知道嗎 就是也是一個Youtuber 都要看很愛喝一個黑人 很愛喝這個 就這樣子滿滿的一大盤 全部都是 好嫩喔 密集恐懼症 會害怕 全部都是 而且你看它每一顆都有水 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牡蠣都是水泡了 鮮到翻白眼 哇 你看 裡面都是肉啊 有嗎 白白的 滿滿的肉 超甜耶 超甜的 這一隻螃蟹有糖尿病嗎 真的很甜耶 好吃好吃好吃 好吃好吃 蜜蜜還兩隻三隻 好吃好吃 你們有吃嗎 OKOK 大家來看一下外觀喔 你看 真的很厲害 賣鍋燒麵賣到整個麵牆都租下來 好啦我們剛剛吃完的這個 鍋燒麵界的愛馬仕 真的超棒 超甜的 他們都覺得超好吃 那我們現在要再往後 它這個店的後面 有一間也是在地做很久的 它是賣那個 爆心的粉圓 然後它有冰 我們來拍給大家看一下囉 然後它這邊的話其實在地的人 它這邊其實有兩間 一間叫高紀 好 整員在隔壁 好那 因為我們這邊有一個朋友 他之前是讀中原大學的 所以他介紹我還是吃這個 叫粉紅娃 他說這一間有得到嗎 然後它比較細 可是我覺得這一間都會真的很長 這個超誇張的耶 它裡面 超厚的 上面應該是鮮奶吧 然後中間是鮮草 這是 綠豆 然後 小玉圓跟珍珠 整杯的 哇 你看超紮實的耶 超誇張 靠這真的超厚的 他可能說要上上下下 上上下下 所以要有活塞的概念 超好喝的 超好喝的 很好喝 鮮草跟奶 然後再加上那個綠豆 好喝耶 很香齁 真的好喝 真的很讚 然後我們還有點了一個 這個 謝謝 豆花 而且它豆花 看起來超紮實的 然後裡面還有綠豆跟紅豆 然後這個的話是它的招牌 他說要把這個全部攪在一起 這就是看起來是有珍珠嘛 然後小玉圓 這就是你講的那個 這很像那個九份的那個 好喝 好喝喔 然後這個綠色就不知道什麼 他都要攪一攪 要不然底下都是黑糖 它豆花超綿麗 而且黃豆味超重的 糖水不會太甜 然後因為加了紅豆 豆的甜跟香 反而是糖水主要的味道來源 好喝 好吃耶 這下真的很不錯耶 像它的藕魚 它藕魚看起來好好吃 七彩藕魚 它藕魚是脆 然後又Q耶 好吃耶 超好吃的 好啦 那今天這兩間的話 店家資訊 我會放在影片之下 如果沒有興趣 你可以直接自己去看 那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跟訂閱喔 掰掰 謝謝 謝謝